就是这台可疑车辆遭警方拦截时 因为拒绝盘查高速冲撞管制门 直到车头全毁 警方才将车上三名嫌犯全部逮捕 这起事件发生在六号晚间 保机总队接获献报 疑似有道伐集团潜入宜兰县大同乡 明池山区准备道伐珍贵陵墓 捷警随即展开跟车尾随 终于在宜兰及桃园交界处查获三名嫌犯 当场起货校南四大块 小型脚材五块以及搬运杯架等账物 警方发现道伐集团聚走一级陵墓 扁薄及红块的树柳 当场裁切成脚材以便于搬运 而且这些树木相当巨大 树林推估至少一千年 林务局罗东领馆处表示 七栏太平山一带 因为东北季风跟地形关系 造就许多千年珍贵陵墓 而且因为出入交通方便 近年来成为道伐集团 祭遇道伐地点 林管处提醒民众任意窃取陵墓行为 以森林法最重可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脏额五到十倍罚金 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而林务局人员也会24小时在山林巡护 并利用高科技监控防范 全力守护山林资源 原始新闻综合报导 ploade 20秒 装 20秒 2 1 10